大家好,我是南华期货的朱冰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日本股市 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 日本股市创了40万点的高点 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点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日本股市在持续上涨 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新闻 说2023年日本的GDP被德国超越 它全球排名从全球第三排到第四 也就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日本股市在积极甚高 但是日本的GDP却在下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我就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矛盾是怎么产生的 日本股市上升 它的确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野趣的现象 但是日本的GDP被德国超越 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日元大幅贬值 所以说导致于美元计价的日本GDP 被德国超越了 但是其实假如说日本的GDP 以日元计价的话 日本的GDP现在是创新高的 也就是说从日元GDP这个角度来考虑 它跟日本的股市其实是同步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的话 其实我们也看到日本股市在不断上涨的过程中 日本的PE或者说日本的收益率 企业收益率是上升 作为它的一个支撑的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就是日本的GDP虽然在上涨 但上涨幅度其实不大 在这种背景下 日本的经济没有大的增长 为什么日本的企业效益很好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现象 就是说日本的这一轮上涨 它的PE没增长 代表着日本的企业收益率 跟日本的股市是同步的 这种同步跟经济似乎不同步 也就是说经济不增长 日本企业的收益在增长 这一点让我们有些人感到不可思议 但是这种不可思议的背景 就在于下面一张表 日本的企业的收益来自哪儿 这张表告诉我们日本的企业的收益 最近这个日本制造业 有40%是来自于海外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 跟日本企业跟别的中国企业的最大区别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日本企业的收益是来自于海外 海外的收益 记录日本的上市公司的收益 但是不记录日本的GDP 所以说即使日本经济没增长 但是日本的企业的收益 由于日元贬值 所以导致日本企业的收益 海外收益转成日元的话 它的收益增长就非常快 这是日本股市上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就是说日本企业在90年代泡沫破灭以后 日本企业被动的主动的融入到全世界 在海外做了大量的投资 所以说日本企业现在的收益 40%来自海外 60%来自本国 所以说即使60%的本国增长有限 但是40%的海外收益 给日本企业带来巨大的一个收益 这个对我们中国企业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产能过剩的背景下 中国企业在未来假如要保持一个持续的收益增长 光靠国内是不够的 应该国际化 也就是说日本90年代经验 给我们现在中国企业要带来很大的歧视 国际化是我们中国企业 未来要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我们就看一看 就日本股市上涨到底谁在买 谁把日本股市推上去的 当然我们知道前几年的话 日本股市在下跌的过程中 日本央行作为主要的购买者 但是这几年日本央行基本上没有出手 但是保持着一定的比重 日本股市上涨的 从它的投资结构来说的话 特别是2023年 最大的一个推手是海外机构 日本的海外机构 就是说海外投资 对2023年日本股市 起到一个非常重大的推动力 特别是我们知道巴菲特 购买了日本股票以后 日本股市就开始上涨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 日本股市的企业 上市公司的回购 也成为日本股市不断上涨的一个动力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日本股市在目前的这么一个功能范畴里 已经从一个融资功能 变成一个财富的一个功能 这个中国的一个阶段有点不一样 中国很多投资者认为中国股市 更多的是融资 而缺少财富增值的这么一个功能 但是日本的目前企业 对股市融资的需求其实不大 反倒是日本企业 由于有海外大量的资金的这个涌入 所以说日本的很多企业采取了股份回购的方式 这推动了日本股市的上涨 也就是说日本股市这一轮上涨 它不是日本老百姓买出来的 主要是海外投资买出来的 第二是日本企业回购买出来的 这是我们看到日本股市上涨的 最大的一个表面的这个投资者的结构 最后呢 可能大家分享一下 日本股市大了4万点了 这个股市到底高不高 这个呢 我觉得引入一个巴菲特指标啊 我们知道巴菲特有个非常著名的指标 就是股市的市值跟GDP之比 假如说达到了150以上 那么这个股市就处于一个高泡沫的时代 那么日本股市目前就接近 所谓巴菲特的高泡沫的 或者高风险的这么个区域 那么这个指标到底价值量大不大呢 这个指标理论上来说 假如说是一个封闭经济体 这个股市的企业全是来自本国的收益 导致着上市公司的这个价值的话 那么这个指标很有价值 但是呢 刚才说过的 日本的股市的40%收益是来自海外 也就是说 这个海外收益不纳入GDP 但是纳入上市公司的收益 所以说日本股市上涨 这个150%的这么一个指标 其实作为参考 但不能由此简单的判定 日本股市就处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所以说我们从这几个维度上的话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日本股市的上涨 的确它需要整个企业的增长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来自于日本的整个一个国家的一个需求 它是不能满足的 所以说日本的企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经济体 这样的话海外收益给日本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也给日本股市上涨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增长的这个动力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日本股市上涨的一个背后逻辑 所以说我们才能看到 日本的GDP虽然没涨 以美元标价日本GDP还不断下跌 但是在这种背景下 日本股市却称称上涨 核心就是日本股市的上市公司 它的收益 特别是制造业 收益有40% 这个给日本企业带来了远远不断的收益增长 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日本股市的一些情况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众